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因为这件事 让鸳鸯受了牵连 那岂不是咱们的罪过 我奶奶 太太来了 太太 太太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坐坐 好 鸳儿 你先出去 是 这 这就是 这也都是 这怎么办啊 你自己看看 这是什么 太太 太太怎么会有这几个脏东西 你还问我 要不是别人拿给我看 我天天还坐在井里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细心的人 可以帮我打理一切 让我轻松一点 没想到 你也是一样的 你自己看看 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 大白天的 怎么会放在园子里的山石上 被老太太的丫头捡到了 幸亏是你的婆婆看见了 要不然的话 早就送到老太太那儿去了 我问你 这种东西 怎么会丢在那儿的 天大的冤枉 太太 您怎么肯定 这一定是我的呢 你还来问我 你想想看 这一家人 除了你们小夫小妻的 都是一些婆子们 他们要这些干什么 肯定是莲儿这个 不长进的下流东西弄来的 这种东西 如果要是给姑娘们看见了 那还了得 或者是给小丫头们捡到了 说是在园子里捡到的 传出去了 你说我们这一家人的 性命脸面 到哪儿去了 这 太太 太太的话 肯定是有道理 我自然是不敢分辨的 只是 我确实没有这些东西 这个箱带 它是仿着内修工的 这丝线一看 也是街上卖的东西 我就是再年轻不尊重 也不会要这些个东西啊 求太太再仔细想想 况且 即便是有这些东西 也应该是放在家里的 又怎么会随时 带在身上呢 平日里 我在园子里 姐妹们都是拉拉扯扯的 万一不小心露出来 被他们看见 叫我这脸往哪儿放呢 我倒但愿不是你的 可是园子里的人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虽然主子里 只有我是年轻媳妇 可算起来 奴才里边 比我年长的 还不止一个 他们也经常在园子里逛 难保不是他们留下的 况且 咱们园子里的丫头们有多 有些年纪稍大一些的 知道人事的 一个不留神 偷着跑出去 或者有事没事 在暗门上 和那些小僧们 挑挑情 从外面弄这些个东西回来 也是难保的呀 你没骗我 真的不是你干的 不但我没有 我还敢保证 平儿也没有 求太太 再仔细想想 你先起来吧 我也知道 你是大户人家的姑娘 也不至于这样轻薄 刚才我实在是气急了 才说你 你婆婆刚才派人 封了这个东西 给我看的时候 简直把我气了个半死 太太快别生气了 咱们先派人 暗地里查放 看看到底是谁的 即便是查不出来 只要咱们不生长 事情也不至于闹得太大 那你说 具体该怎么办 眼下正好有借口 咱们就趁老太太 说园子里 不准赌博这件事为由 把周瑞媳妇 望儿媳妇 这些平常可靠的人 安排在园子里边 就以查赌为由 暗地里查放 看看能不能查出 些什么头绪来 另外 他们现在这些丫头 也太多了 这些丫头们 年龄也不小了 那方面的心思 自然也是有的 万一闹出什么事情来 就是咱们以后后悔 都来不及 不如就趁现在这个机会 把那些年纪大些的 嘴巴厉害的 抓住个把柄赶出去 嫁了人 这一来呀 也可以保证 以后没有其他事情 二来 还可以省一些花小 太太觉得怎么样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仔细想想 你这些姐妹们身边 每个人 也只有两三个丫头 是大人 其他的都是小孩子 现在要是 再减缺几个人 好像心里 也有些过意不去 老太太那儿 也不会答应的 太太说得有道理 那就按太太的意思去办吧 你现在赶快叫人 喊周睿家的赶快进来 吩咐他们 赶快暗访这件事要紧 快 来 给太太给她 给太太 请啊 怎么 就你们这几个人哪 夫人 二奶奶 你来得正好 你回去和你们太太说 让你也留在园子里帮忙 你总比他们可靠一些 正好说 太太 您可别怪奴才多嘴啊 按理说呀 这些事 早就该管得严实点了 您是不常到园子里去 这帮丫头们 个个都把自己当成千金小姐了 那要是翻起天来 别人就不能多说一句 那动不动就到太太那儿告状 说我们欺负姑娘们了 您瞅瞅您瞅瞅啊 我们担当不起哟 姑娘们的丫头 自然要比下人们要尊贵一些 这也是常情 别的还好说 至少还有个丫头样 太太您是不知道 要说那张狂妩媚啊 头一个就输宝玉坊里的那个清文 长着比别人长得标致些 又剩了一张巧嘴 成天打扮得像个西施似的 那在人面前 那是能说会道 那争强好胜啊 那要是有一句话不投机 好 他就瞪起那两个大眼珠子 骂人 妖里妖气 忒不像话 上一次 我和老太太逛园子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水蛇腰削肩膀 眉眼有点长得像你林妹妹的 正在那里骂小丫头 当时我这心里 很是看不惯她那种张狂的样子 当时是因为跟老太太走着 所以就没问她 后来想问她是谁的时候 又给忘了 要说这些丫头里啊 所有的比起来都没有清文好看 这要说言谈举止 她是轻薄了些 刚刚太太说的那个人啊 好像就是她 只是那天的事情啊 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 所以不敢乱说话 要不这么着 现在就叫她过来 让太太看看 宝玉房里的丫头 见我的就是习人和摄月 如果有这个丫头在的话 她肯定不敢来见我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 而且现在园子里 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好好的一个宝玉 如果要让这个蹄子给教唆坏了 那还了得 你去 叫她立刻过来 说我有话也问她 留下西人和摄月事后宝玉 就不必过来了 你传话的时候 不准得罪 是 你这么津津忙忙的做什么 宝玉不在 秦文姐姐带她叫你过去 太太叫我 太太叫我 太太叫我做什么呀 那太太是 叫我一个人去呢 还是找屋里的丫头过去说话呢 哎呀 姐姐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跟我走就是了 那好吧 反正宝玉也不在 我也没什么事 那我就随你去吧 那我就随你去吧 太太 好一个美人 还真是一个病戏师啊 你天天做成这种轻狂的样子 给谁看呢 你做的事情你当我不知道 现在我先放了你 回头再来剥你的皮 太太说的话我不明白 哎 请问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惹太太生气了 太太尽管责骂就是了 嗯 我哪里有心来管你的事啊 我问你 宝玉今天好些了吗 我没有跟宝玉在一起 看好没好 我还真没法知道 那些都是西人和摄月的事 你就问他们吧 说这话就该打嘴 你是死人哪 如果都是西人和摄月的事情 那要你是做什么用啊 我本来是跟老太太的人 是因为老太太说 这园子太大人又少 怕宝玉害怕 所以才调了我来外务服侍的 我当时就跟老太太说 说过我自己笨 怕服侍不好宝玉 可是老太太非要我来 而且老太太还说 说不让我管少爷的事 是负责通通人际 广广屋子罢了 我听她老人家这么说 我才不敢不来的 而且宝玉 我平时也不怎么管她的 最多也就是 十天半月她叫这么一两次 我答一个话就是了 至于宝玉的饮食起居 上面有老奶奶老妈妈们 下面有席人摄月 和邱文他们几个人 我平时有空的时候 还要帮老太太做一些针线活呢 所以 我还真没太注意宝玉 太太要是因为 我没注意宝玉而责怪我 那从今天开始 我注意就是了 阿弥陀佛 你不接近宝玉 那就是我的造化了 你也不用再操心了 既然你是老太太送给宝玉的 那我明天就去回老太太 再把你赶走 你们进去 防着她几天 不准她在宝玉的屋里睡 等我回了老太太 再来处置她 出去 站在这里我就看不惯 只不过是一个丫头 谁让你打扮的这种 花红柳绿的样子 就是 最近几年 我的精神越来越不好了 家里的事情也管不了 像这样妖精式的东西 我平常倒也都没注意到 不行 还是要去好好地查一查 不要再出什么事情 是要查查 太太 您千万别生气啊 这是小事一桩 您尽管交给我们 这些做奴才的去办 您放心 现在查这个很容易 到了夜里院门关上了 里外通风报信的人 就没有了 到时候咱们就给他们 来个措手不及 带着人到那个各个院子 那丫头们的房子里去搜 看看谁有这个东西 肯定还有别的 到时候要搜出别的东西来 就那个 就肯定是她的了 是吧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不这样查的话 肯定查不出来 你觉得怎么样 太太说得对 是该查查 把门关上 二奶奶慢点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丢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大家都不承认 估计是丫头们偷了 所以啊 大家都得查一查 免得今后 又怀疑了谁 来 你们内务去 咱们上西务 小心点 等着 这几个箱子都是谁的 来 自己打开自己的箱子 我会有没有 是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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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谁想的 打开 你 姑娘 生气了 我们可不是自个儿要来的 我们是奉了太太的命令 才来搜查的 你们要是让我们翻呢 我们就翻一翻 要是不让我们翻呢 那也成啊 我们这就去回太太 至于记成这样吗 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 我儿子老太太打发来的呢 太太那边的人我都见过 就是没见过您这么有头有脸 这么能管事的奶奶 你 天文 二奶奶 你看 妈妈 您又何必跟这些孩子们一般见识呢 您先去搜查您的 待会儿呢 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搜查 要是晚了 走落了风声 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那咱们就到别处去吧 你们可要仔细地搜查 如果这次再查不出来 可没法向太太交代了 我们都仔细搜查过了 确实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是有讲男人的东西 那什么东西 大概是宝玉小时候的东西 没什么 没什么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到别处去看看吧 是 二奶奶 二奶奶慢点 这有句话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要抄减就抄减我们自家人 这宝姑娘的房里 肯定是不能去抄减的 二奶奶 那是肯定的 哪有抄亲戚家人的道理啊 前面是萧香馆 咱们赶紧去吧 子隽 听外面的声音 怎么回事啊 二奶奶来了 快别起来 睡着吧啊 我们只是随便看看 一会儿就走了 你起来 你起来 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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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啊 来 把东西都搬下来 来 把东西都搬下来 二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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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出来了 你瞧这些动线 是女孩子用的吗 宝玉啊 从小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混 这些个东西肯定是她用旧了不要的 所以在这里也不稀奇 把东西放下 我们再到别处去看看吧 还真是谢谢你们了 要不是你们把这些东西搜出来 我还不知道是在那里呢 要说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还真记不清了 那就到别处去呗 走啦 二奶奶 您就放心吧 您就交给我 我就 这架势都摆好了 出了什么要紧的事 这大半夜的 惊动那么多人 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就是啊 前段时间丢了一样东西 一直按查也没查出什么来 就怕有人诬蔑说是姑娘们拿的 所以这次干脆大家都搜一搜 如果这次查清楚了 以后就没什么 也免得有人在背后说闲话 我们的丫头 要是贼的话 我自然是那带头的一个贼王 既然这样 不如先搜我的香柜 他们偷的东西 都交给我藏着呢 把箱子都打开 我不过是奉了太太的命而已 妹妹可千万别错怪了我 我怎么能不知道妹妹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也不过是利息公事罢了 绝对不是针对妹妹的 妹妹可千万别生气啊 我们只是查一查下人和丫头们的东西 姑娘的东西就不必查了 萍儿 替姑娘都收拾好了 我的东西 你们想搜倒是随便 想搜我的丫头 那可不行 我自己手底下的丫头 我倒是清楚得很 丫头们有的东西 我都知道 都在我这屋子里放着呢 一针一线 他们都不会要的 要搜 你们只管来搜我 如果你们要是不同意 只管去回太太 就说我违背了太太 该怎么处置 我自己去承担 你们也不必找个什么借口 今天来抄我呀 着什么急呀 以后让你们抄家的日子 还有呢 今天早上 不是还在议论真家吗 好好的一个家呀 被自己人抄了 果然今天真来抄了 这古人说的话 真是对啊 这大家族的人家 要是外人想杀进来 一时半会儿 是杀不死的 必须要自己先动手 先做出些自杀自灭的事情来 才能一败涂地 姑娘怎么这么说呢 什么抄家不抄家的 姑娘想得也太严重了 我们呀只是想看看丫头们的东西 这自家人查出来 总比以后让别人抓住把柄要好玩 再说了 这事也不是针对姑娘一个人的 好好好 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儿 我们已经看过了 那我们就请奶奶 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也好让姑娘早点休息 那我们先走吧 姑娘早点休息啊 你们都仔仔细细地搜明白了没有 我可是箱子都打开了 你们都要看明白了 不要回头说我没让你们搜 过了今晚 你们明儿要是再找什么法子过来 我可就不医了 既然姑娘们的东西都在这里 就不用再翻了 姑娘都替她们担保了 我们还能不信吗 你倒是聪明 连我的衣裳包袱都打开了 还说不用翻 谁知道你明天会不会到太太那边去说 我护着丫头们不让你们翻 索性今天把话都说清楚了 如果还要翻 没关系 那就再翻一遍 如果真的不看了 那也可得说清楚 不是我不让你们翻的 既然连你的东西都搜了 那就没事了 你们几个也都搜明白了没有啊 全都搜明白了 搜明白了 搜明白了 姑娘 不怕 二奶奶 这姑娘身上我都搜变了 什么都没有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来拉扯我的衣裳 我全看在太太的面子上 才尊重了叫你一声妈妈 你倒好 就敢苟证人事了 天天搬弄是非 你以为我是你们家姑娘那么好的脾气 随你欺负的 我告诉你 那你可就打错算盘了 你今天找着理由来搜我的东西 也就算了 我不跟你计较 可你居然还敢拿我取笑 简直闹翻了天了你 妈妈 你这是怎么了 喝了好酒就疯不颠颠的 钱把太太都给冲撞了 还不快走 要搜你来搜 免得奴才到我身上来动手动脚的 姑娘可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千万别生气 我要是有气早就一头撞死了 还轮得到奴才到我身上来动手动脚吗 明儿一走 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太太 然后再去给大娘赔不是 该怎么处置我都自己承担 算了 我活到这把年纪 还是第一次挨打 我明天就跟太太去说 我老了 不中用了 求她清新好 放我回老家去 我这个老脸 还留在这干什么 听听她说的这话 还说我打错了不成 难道还要我跟你去对质吗 你说真的回老家去 那就是我们的造化了 恐怕你舍不得去 好个丫头真是尖牙利嘴的 得理不饶人呢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奴 好了好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都是妈妈的不对 算了算了 你也不要跟她面板见识 我们做贼的人嘴里 都会说那么几句的 她还算笨的 背地里只会挑唆主子 ander帮她 姑娘 她在哪里 可不 贱人 她在哪里 她是 她看来 说 她真是 都会我们比较 二奶奶 二奶奶 您看看 您看看 还有呢 二奶奶 二奶奶 您快看 这还有 连这男人用的东西它都有 说话 你跟二奶奶说 这些都是哪来的 二奶奶 这些东西 都是真大爷赏给我哥哥的 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 你这丫头还真是不得了 既然二嫂子已经把东西搜出来了 那要打要罚就随你的便 拖出去 走远点 不要让我看见就是了 事情如果真的像这丫头说的这样 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不追究就是了 只是大家要记着 以后不要私自传这些东西进来就行了 如果这东西是你偷来的 还敢编些话来骗我 你可就别想活了 我不敢撒谎 奶奶明天只管问我们奶奶和大爷 要是这东西不是真大爷赏的 就把我和我哥哥一起打死 我自然是要问的 即便这些东西真的是赏的 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谁让你私自传这些东西进来的 这样 你告诉我 是谁给你做的接应 我便不追究了 嫂子 你可别饶了她 今天有这么多人都看着这件事 要是不抓出来一个做做样子 那以后要是管人的话 可就没话说了 即便嫂子今天同意饶了她 我也不肯 二奶奶到 你们小姐呢 她已经入睡了 我去叫她 那就不必经历她 二奶奶 这没什么东西 妈妈 你可不要以为 思琴是你的外孙女 你就不搜查 这样 以后就不好办事了 真没什么东西 等一下 这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不是 那我 不得了 好 奶奶 这不懂事的孩子 是不是瞎写了什么东西 让奶奶见笑了 你还真说对 不过有件事我就是不明白 这思琪明明是你的外孙女 她的表弟连跟你姓王才是 怎么又变成姓潘了 二奶奶 思琪的姑姑嫁给了潘家 那她的姑表兄弟 那不就是姓潘吗 上次逃走的潘又安 就是她表弟 这就对了 我念给你听一听 上个月你来我家后 父母已发现了你我有意 只是你家姑娘还没有嫁人 暂时我俩都不能见面 最近经常梦见你 如果在园子里可以见面 你可以让张妈给我带个信 如果能在园子里见面 其实还比在家里去更方便说话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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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你送我的两个箱带 今天已经收到了 我特地送你一串箱猪 暂时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一定要好生收着 表达 安又安 您老听明白了吗 这上面可是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您老要是没听清楚啊 我再给您念一遍 你说 这事该怎么办 这下可好了 您老好福气啊 不用你这做外婆的操一点心 她不声不响的 就给你找了一个好女心来了 省得你操心了 就是 您福气可真不小 你 你真死不饶的老婆子 你造什么孽呀你 你这现实现到的 这丢死人了 你丢死人了 你啊 我也不活了 时间不早了 你们两个留下 东西带走 明天再处置 你 作孽吧 嫂子 你看看 就是这些东西 这确确实实 是你哥哥 伤给他哥哥的 没错 只是啊 他们不应该私自传送 按现在的世道 连观音都成私言了 傻丫头 尽做傻事 明明是你们管教不严 怎么反而骂起丫头来了 你看看 昨天被查的这些姐妹们 只有我的丫鬟被查出有问题 竟让我做这些没面子的事 你教我以后怎么去见人 昨天我就逼着凤姐姐 要带她走 可她偏不肯 我想也是 她是那边的人 所以不带她去 也是有道理的 今天我正要带她过去 嫂子她来得正好 快把她带走 要打要卖 或者杀了 随你们便 我都不管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舅舅姑娘 看在我从小 一直在姑娘身边 服侍姑娘的情分上 就让我留下吧 我就算死 也要死在姑娘这里 她只不过是一时糊涂 她从小就服侍你 还是留下她算了 不仅不要入话了 现在我也长大了 去你们那儿也不方便 最近 我听到了不少金音碎语 要是我再上你们那儿去 恐怕这些话 就要冲着我来了吧 谁在背后议论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好 给人议论的 他们到底议论些什么 姑娘 你既然听到别人 在议论我们 就应该问清楚才是 你们真是好笑 这句话难来问我做什么 我一个姑娘家的 看尽是非 只会躲得远远的 难道还送上门去不成 还有一句话 说了也不怕你们生气 古人说 父子尚不能相助 更何况是你我之间 我只要牢牢地保住自己 不管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有什么事 也别牵连到我了 我们怎么就连累到你了 你的丫头做错事 怎么怪起我来了 我都忍了半天了 你倒好 越发得意起来了 我刚才也只是 给你的丫头求个情 你倒好 劈头盖莲莫名其妙地 说了一大堆的话 你是千金万金的大小姐 我们以后就和你 保持点距离 也省得连累你小姐的美名 我马上就把入花带走 如果要真的走了 大道好了 大家都请进 奶奶 先别到上方去 刚刚有几个真家的人来了 还带着些东西 不知道有什么事 奶奶现在去 恐怕不方便 昨天听见你爷说 看官府的公文上说 真家犯了罪 已经被超募了家产 人都被调取到了京城 这会子怎么会有真家的人来呢 可不是吗 才来了几个女人 脸色苍白 慌慌张张的 肯定有什么瞒人的事啊 我们家呀 大大小小的人都只会做些表面的假礼 假体面 私下里呀 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看呀 真要查 可够查一阵子的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谁做的什么事 够查一阵子了 你不睁开眼睛看看 还来问我 地下人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啊 灰奶奶 宝姑娘来了 快请 宝姑娘来了 宝姑娘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别的姐妹们呢 我没看见他们人呀 我妈妈这几天不舒服 家里的女人也都病了 其他的丫头我也不放心 所以今天回老人家那里 晚上也好做个伴 本来是要告诉老太太太太他们 后来又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也就省得让他们担心了 反正也没几天 等我妈妈好了 我就回来 可以向大嫂子说一声 云姑娘和三姑娘来了 大奶奶 宝姐姐 好的很 不但姨妈好了起来 就算是好了 不来也行 怎么好端端的 拧起亲戚懒了 反正要叫人拧的 不如我先拧 亲戚们好 也没必要住在一块 我们还是一家人亲骨肉呢 一个个的活像五眼鸡 恨不得你吃了我 我吃了你 不吃了我 满蛋 你们好 他们可以吃了我